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9月16号 周末的时候,比特币一直在我们说的区间类震荡 并且始终没有占上60888那个多空分割线 从昨晚开始狗装力开始的杂盘 跌到了58604 下方社区指标图的多空分割线在58400 我们画的上升趋势线同样是这里 那比特币会不会跌到这里之后的反弹呢? 还是会跌破这根线,跟VB说的一样去摸555呢? 话不多说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的昨天上午9点的时候说 比特币总体而言,在考虑日累做空之前 我们还在寻找更多的上涨机会 寻找空头形成,然后填补F1机 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停止不前 并在另外一个范围震荡一段时间 相当于亚瑟昨天依然认为 比特币是有可能会去摸61200的 摸完之后然后下跌,踩一下蓝色方框 对应的价格是58474附近 然后反弹到6万附近震荡 比特币刚刚跌到了58439 踩了一下我画了这根线 还有设计指标头的通风风格线 EMA200位于58320 这个地方多重信号重叠 确实有支撑 然后他接着说 除了ETHG以外 你可以交易任何别的货币 比特币关注LTF区间 以防我们盘中下跌 相当于亚瑟昨天下午5点认为 比特币是有可能先摸58500的 然后再看反弹 然后在昨晚11点来接着分析 两个ETH多单,1%的风险 一比SOL多单,1.2%的风险 鉴于市场情况 我对我们的风险感到满意 现在没什么可做的了 今晚到此为止 看看明天早上有什么变化 然后在今早7点半取床之后 他给了一个SUI的空头 就是SUI有可能先跌破1.062 然后再反弹摸一下1.1再下跌 刚刚SUI最低价格是1.067 差一点 他认为跌到位之后会跟比特币一样 反弹一下再接着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亚瑟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柳玉东 他在今早9点的时候说 茅台的1333的下跌目标已经顺利实现 近的下跌目标1147 远得下跌目标933 好 看来柳大认为茅台会继续跌 现在还不是抄底的好时候 所以有人问他 柳总如果川普当选 对黄金有没有影响 柳大回答 他会搞乱经济 黄金会继续上涨 好 反正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川普上比特币要涨 贺锦丽上美股要涨 反正来回都是涨 所以小伙伴们不要急 这个理没错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2024年9月16号日线图 上周给出的 涨超58775 才能逼近黑色虚线这个下轮趋势线 已经实现 这次逼近该趋势线的回撤是正常的 第一支撑在蓝色虚线 58083 第二支撑在绿色虚线 55634 55634以上 获得支撑后将会再次反弹 也是空头离场的最好时机 好 就柳大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58那里有支撑 下一个支撑是55600 如果开了空单的话 58附近可以TB 55600附近就可以全部止盈了 跌到位之后就会反弹 柳大化的比特币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GG手VB 他的今早4点半时候说 我们仍然预计明天将横扫 60888到61111 目前我们仍然在成交密集区之上 尽管对手盘正在抛售 周一通常是虚假走势 我们明天可能会看到一些上涨 咱们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现在就准备好一周后的部署吧 在接下来几周内 我们会有一些不错的山寨币推荐 比特币他会在6万到6万2之间 任何地方下跌 在大跌之前 蜡烛星可以上升到6万4到6万5 然后在今早7点半那接着说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我会很高兴 我会在触及5万7地点时 宣布大幅做空 并在周一上涨至6万 出现虚假看涨行情 当这一点受到忽视时 我们就确认可以做空了 在明天下跌前 他可能还会涨到6万2到6万4 我们仍然预计明天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当比特币跌破5万7 或者四小线收盘低于5万7时 上涨至6万2的可能性才是无效的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我们预估比特币将在5万7地点区域反弹 这些图表相对较弱 本周容易做空 好这VB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下方支撑位在5万7哦 发现大佬们看的低点都低于我画了这根线哦 搞得我心中很虚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四小线收盘不低于5万7的话 比特币还是会冲击6万2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B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米哥 他的昨天下午3点半时候说 ETH思路不变 BEP打算850出货 ETH打算2550出货 其实操作起来也很简单 前往看了一遍 基本都是6万想做空回调的 因此回调可能不会来那么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天的极限趋势线都没有跌破 这两条跌破大概率还会再涨一波 把跌破做空的人爆了才会下去 所以我认为短期能先摸61200 回调59600 然后再摸61900 才会开启回调波浪 我看很多人已经观测到 我前两天说的那条趋势线了 因此这条趋势线可能成为突破又多的对象 总之 61200到62有大把流动性 注意波动 好 上方这个压力位米哥画的不到位 他认为会先去摸61200到62 但周末最高只找到了60390 并没有去61200 因为那里成共识位了 然后在今早起床之后他说 2346加仓了一些ETH现货 ETH的下轨支撑到了 这附近性价比高 PP位置也不错 加到5% 2292接着跟针 操地咯 比特币分析 简单过一下点位和思路 61大概率有机会 665到68第二波拉升的可能性也很大 好 就米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同样认为还有一波反弹 但是下跌的话今早这里都到底了 跟我的看法一样 让我有点小慌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米哥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Allusion 他在周六的时候给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6013开空 止损放60579 最终只因为看58419 然后跌下去之后再58320开多 止损放57600 然后在昨天早上他说 开心吗 好 这是Allusion的爆单 这个空单很漂亮 可以说是从上吃到下 黑鬼大佬就是不一样 不愧是原来WWG的王牌 很厉害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风哥 风哥昨天上午11点 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多建议 限价60200附近 止损5950 社区的小伙伴给他点了11个问号 然后在昨晚11点的时候他说 如果价格接近61 移动止损到开仓价 只迎挂61700 好 这是风哥的爆单 风哥适合做顺势行情 昨天这个多单社区 很多小伙伴都看出莫名其妙了 是吧 这单损了1150点 不算什么 再接再厉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风哥的爆单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抒情 抒情在周六的时候 同样给了一个60150的多单 只有他说 没错 这就是本情挖的交易员 我擅长小币种 比特币合约差点意思 现在专门请过来一位交易员 带你们做比特币合约的 他之前在币圈很有名 现在为我工作 好 抒情在群里装逼哦 说我们智哥现在给他打工 有点倒反天刚了 感觉就像我说提阿费罗帮我打工一样 不可思议 抒情这单同样损了 但是没有止损位 这才最恐怖的 然后他昨天下午的时候说 昨天让大家等的TRU回调真的不错 0.1附近埋伏 回调20%入手 我觉得还是可以 BNB牛呀 又破了钱高 好这抒情的报单和观点 怎么说呢 保证们会用的话 抒情一样有价值 反折开就OK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抒情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币圈所长 他是昨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说 9月15号 喝酒下跌 以太币居然还差针了 基本就是我给的位置 日元最近一直涨 各位要注意一个黑电盒的可能 就是美国降息50个点 然后日本加息 随后市场转向美国经济衰退 那必然就是行情下跌 黑电盒不一定发生 但是你要有个预期 然后在今早6点起床之后 他说 9月16号 各位注意一下 今天回调我放假 老外不放假 所长今天上午出去 得下午回来 以太币你关注两个点 一个是乡体下边的2305附近 可能存在反弹 一个是2255附近 假跌破仅限插针点的反弹 这两个反弹 如果谈不上去 那就是给各位讲的 ETL对比特币达到支撑点的时候 所以你看以太坊要比比特币弱一些 比特币这个羊柱子 没有继续推动行情 周六周日两天收了两个小阴线 4小时收了一个顶部 看跌吞没出来 如果今天跌破57550附近 没有强势反弹 后面日线级别的顶部模型 就出来了 给各位讲的黑电鹅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测试之下跌 各位你别怕 因为提前交易了利空的预期 就是后面买入现货 实打实面对降息利好的事实 算一下这个思路 总体来说 今天上午存在继续回调的可能性 各位我不在家订盘 建议少开单子 好的所长的观点 相当于他比特币 直接看57550了是吧 这么多大佬看这里撑不住 我也跟大佬想法一样 搞得我很惆怅 看来我跟大佬们的认知 还是有差距的 所长给的比特币 和以太坊的下方支撑位 大家可以记一下 今天是有可能会达到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空的人比开多人要多 这图空军的爆仓位 在6万附近 量能达到了4.5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全局爆仓图跟OPTI是反过来的 低配杠杆 没人开空都在做多 就要订回56500 就会把大佬开多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的话3.3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OPTI里没有多军 只有空军 这根空军的爆仓位在2324 量能的话是2.5M 这图空军的爆仓位在2412附近 量能的话最高是2M 然后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没有量能 这根多军最高1.2M我忽略不计 今天的恐惧贪贪指数为39 恐惧 刚刚开心没两天 就又恐惧了 总来讲 我估计我剪完视频发出来已经来不及了 比特币这位子明显要往下探一下 但是小伙伴们不要慌张 即使插针到5万7都在我们计划之中 这波空肯定赶不上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下方埋不多单 但是小伙伴们注意 再怎么低你也不能低过柳大收的55600 说明狗庄再给机会 上方6万1那里流动性非常大 并且那么多人开了空 你懂的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包团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